慈激基金会关心偏乡孩头在生活科学上的学习 再次引进国立科学公益博物馆 岛屿关键制水宝防灾起步走巡会系列 Say Yes几率特展 即使起到2023年的4月16号 是在花莲静思堂二楼举行了慈激生活双主题特展 希望可以满足学童的求知欲 拉近偏乡孩头与学术知识的距离 慈激生活双主题特展开幕记者会 14号在花莲静思堂感恩堂举办开幕典礼 实际基金会副指定长张继托 国立科学博物馆馆长以秀凤 农委会所处保持举综合计划组组长简俊发 花莲县教育处处长翁淑敏 以及花莲更生报社长谢立德 花莲县议会议员张怀文 吴东升 林哲司 花莲市公所秘书蔡淑香 花莲市面代表游正林 以及各界先达建厂共襄胜举 实际基金会副指定长张继托表示 实际在2019年就与科公馆合作举办防灾DNA特展 救灾布鲁防灾 对这次的双特展 张继托基于深厚的期望 将其训练的方式 培养社区防灾的意识 也透过交友唤醒大家对我们居住的地方 也就是这一片土地的关心 这些岛屿离不开我们个人 在生活中实时注意防灾的意识 类似这样热武教这样的方式 吸引我们小朋友跟民众 透过这样的展览 让他们吸收知识 然后也了解到一些实用 尤其这一次的展览 又再加上我们学宝集 特别设计出来的叫做岛屿关键 是 它到底这个岛屿牵涉到什么 当然有岛屿上面就有基础的人 或者是其他的生命 所以它这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元素 那这个元素呢 当然在夜市里面 你能够想得到的 看得到的 透过这样的状态 让小朋友去体验 数字的游戏 或者数学的计算 可能要有技巧 开展首日 实际小学以及幼儿园 即把握一年前来体验 花园线教育处处长 翁宿明肯定双特展的教育意义 希望孩子们能够参用智慧设备 到相关的网站去学习防灾知识 实际生活双特展内容丰富又实用 不断是亲子共学的家庭活动 也是消费教学的好选择 在预教育的之下 增进全家对科学的体验以及认知 提升全民科学素养 增进家庭和乐 促进社会和谐 记得久不见黄师伯导